到火锅店吃饭帮朋友庆生 一边蒜肉大块朵頤 开心和好友聊天相聚 这样一套499套餐 光是超大位的天使红虾 吃了就让人只回票价 结账时拿出行动支付扫描 确认付款之后摇一摇 显示20%的回馈 让消费者现审将近100元 折100块了 我便宜了99.8块 我很喜欢它的摇红包的这个机制 它可以让我就是 不管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喝到哪儿 比比都可以有回馈 回馈到我身上 然后我每次一个东西 我就可以便宜 那每个月就可以帮我省下一笔钱 因为我是觉得 现在的趋势要跟得上时代 我们不能走在时代的后端 要走在前端 要不然会被淘汰 就像大陆的行动支付一样 以后我们的趋势也会变成这样 民众只要下载APP 以猫咪的方式绑定会员 输入基本资料 就能够找到附近的店家 十一住行 通通包含在内 出门买东西不用带钱包 一只手机就能搞定 最特别的是 还有机会得到消费免单 不用钱的100%回馈 开始摇红包 来按完之后 来摇全色摇 摇… 摇… 免单 耶 免单 比10001000花价 其他家的行动支付最高% 是推1到10% 而我们最低是1% 刚刚透过有些消费者 他可以每一笔的消费 他可以透过摇红包的机制 从1%到100%的这个最高机制 我想消费者是聪明的 他会透过这个行动支付 这个APP选择他自己要的行动支付 来作为他未来所消费的模式 看似店家让利的行动支付 其实设有回馈机制给店家1到3% 只要店家的营业额越高 猫粉越多 一个月回收几万块到好几十万 都不成问题 创造出消费者店家 以及行动支付商三营的局面 因此这个猫粉平台成立才短短两个多月 就吸引3000间店参与 成长力道持续看涨 记者李一如台北参谋岛